大家好,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也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我们就说一下俄罗斯反普京的军团 这个军团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看到 普京方面就说俄罗斯的别以哥罗德州 一天被人轟了五次 州长亦被人轟了 有些黄培六培就很开心 最记得有KOL之王说 将你的城市都占领 什么叫占领 他又向他发动攻势就叫占领 不敢 不要开心得那么早 等一等 如果说发动攻势就等于占领 俄罗斯占了乌克兰 你说得对 发动攻势嘛 对啊 还狂攻 对啊 没错 俄罗斯现在已经占了乌克兰 是否这么说 是 当然了 这个州份 事实上 早前 甚至今时今刻 都受到 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俄罗斯武装 团体的攻势 从乌克兰反攻回俄罗斯南部的 别以哥罗德州 但是 纽约时报就说 这些人你还向他歌功众德 其实是很愚蠢的 现在 我听到这六回就是这样 哇好厉害啊 原来 不是我说的 是纽约时报说 当中 有一些人是跟新纳税主义有关 这些极右的队友 恐怕令到乌军识得其反 但因为 就等于给了借口 证明普京是对的 记得吗 当时 没错了 就是打击新纳税分子 结果你当中就有那些人 咦 所以你看到 是 没错了 这个俄罗斯塔斯社 昨天就大张奇谷说 是呀 他们那些人 就向我们南部的 别以哥罗德州 不停轰 连州长都买了 伤了 那你就等于变相 跟他 跟他拍子起舞 咦 他之前特别军事行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去纳税化 哦 那对了 你天天找这些人来轰我 那就证明了我之前的是对的 是的 所以 我发现真的很笨 是应该割席的 其实应该割席的 所以扎尼斯基是有割席的 但是 有些乌方的军队又好像不想割席的 因为是威 其实俄罗斯当局 就说 有从乌克兰跨境发动攻势的破坏人士 已经遭到俄军的击退 纽约时报 就说这次发起这些攻势 这个很有名的 自由俄罗斯军团和 俄罗斯志愿军 他们就说 其实 这次向 这个 别以哥罗德州发动攻势 是为了逼使莫斯科在 乌军发动反攻之前 抽身回去 支援俄罗斯本土 维艺救治或者声东激西 没错 其实就是 和乌克兰军队的目标是一致 大家记得当时 这个Raymond Wong做过的节目 其实扎尼斯基立刻出来 撤割 但是他的轻人有些就不肯撤割 而且有些会体就很笨 包括 KOL之王说 抵死了 被人家动手 你知不知道自己 当然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是如果你的西培座吹得这么大 刚刚落入了普京的下坏 特别军事行动去纳粹化 你有新纳粹民主 等于你帮他 拿了一个正当性 根据纽约时报 问题是什么 俄罗斯志愿军的头子 卡普斯丁 以及军团内重要的成员 是公开支持极有的观点 事实上 德国官方 和反诽谤 联盟等等的人权组织 都认定 卡普斯丁 就是新纳粹分子 卡普斯丁 最为人知的就是他的 军用 无线电话 就是 的呼号叫白布隆 Wirets 他是俄罗斯公民 2000年初的时候移居到德国 德国 北莱恩 西法利亚邦 的官员就说 其实他 就和一些足球流民有关系 跨得这么远 而且那些足球流民 经常向人动手 他就是那些其中一缘 后来 成为了 从新纳粹 分离出来的一个 华纪 综合格斗组织 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 卡普斯丁 是被禁止进入 欧洲免签的 神经 神经公约 27个国家 是不让他进入的 这个人也算是危险人物 你又捧他 真是蠢得不得了 但是他本人就说 只是被德国取消居留 纽约时报就认为 俄罗斯志愿军 因为这次出兵 应该这么说 正确地说 向俄罗斯境内的州份动手 而受到别人关注 亦受到很多人吹捧 但是 翻开他们历史 其实都是其身不正的 这样 就令到 乌克兰政府陷入尴尬局面 尤其是普京 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就是高举 去纳粹化的大旗 去向乌克兰动手 结果 这个极有分子就是 向俄罗斯动手 证明了 证明了 普京有正当性 当然 他就可以跟国内说 我们都说的 我们没错的 我们去纳粹化是对的 一些分析人士 虽然 看低俄罗斯志愿军 为乌克兰协助作战的 重要性 但是 他们也警告 你跟他在一起 或者你向他歌功仲德 极其危险 如荷兰的调查媒体 冒险者 的研究员 就叫做 科尔滨 他就说 其实 因为他 经常是报道这些国际间的极有分子动态 他甚至怀疑 其实 是不是应该将这个俄罗斯志愿军 称作一个军事团体 他就说 向俄罗斯境内动手的这些团体大多数 都是极有异的 新纳粹主义流亡人士 比起其他的团体 他们更加乐意做出 显示自己的实力 你们有人就帮他宣传 真是蠢得不得了 这些 调查机构也说 卡普斯丁和旗下的 武装分子 的形象 其实不利于乌克兰 自我防守 因为这样就会引发民国 可能 记忆 觉得 我们现在是高举道德大旗 有些极有分子出来搞搞阵 我们的道德大旗就等于被人拔走 所以他们就担心 这些所谓的反普京的军团 对乌克兰来说是适得其反 因为这些人 立场明显 这次有芒果佬说 其次才明 而且 亦不是无名小卒 亦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 在社交媒体上大声说话 所以任何的现实层面 他们都不是帮助乌克兰的军队 等于是猪队友 你越是捧他 其实等于就令自己越大事 所以 都是要小心一点 看看 俄罗斯 已经 又是发动这个文宣攻势 他们 别以 高罗德州的州长 就说 我自己 亦是 第二次进入 社别基罗 我们 第一次进入这座城市 就是被人狂轰 我根本没办法下车 附近的街道全都融融 其实这位州长也说了 乌军 你记住 他现在就当这群人是乌军 嗯 对不对 那就糟糕了 他现在就说到乌军里面有这些极端人事 证明了我们当日是对的 我引述他 乌军当日再次向我们动手 造成一间企业 一位保安离开人势 亦有人受伤 这间 企业 当然是很麻烦 另外两间企业 亦被烈焰吞洗 企业所有人被带到安全的地方 亦都说乌军也是向这个城市的一条 电纜 是动手 你之前 就说俄罗斯搞你那些 能源基建 现在他就说你搞了 而且他将这个 这些 反普京的军团 已经是将他说成是和乌军画上等号 当然 扎尼斯基是不断的否认的 说回这个 别以哥多勒州 其实 其实 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州份 他 因为近 近乌克兰 他就是俄罗斯西南部 顿河 帝列白河中间的一个幽灵 南部西部都是同乌克兰接样的 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 属于中央联邦理 有多少人 160万人左右 他的首府 他的州叫 别以哥 哥罗德州首府就是别以哥罗德城市 城市的名字一样 他们距离 首都罗莫斯科有695公里 其实他之前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特殊也挺重要的 在17世纪之交 这个地区已经建成了一条坚实的军事防线 现身是800多公里 由于贵族的压迫和税务负担 而搬到这里的乌克兰 哥罗克人就负责是完善的防守 哥罗克游长时期更多哥罗克人 就在这里发动起义 也有很多零星的战士 其实 在 阿尔塔亚会战之后 彼得一世 就授予 戴别以哥罗德的士兵 是这个团旗 之后当然 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武战争期间两支 俄罗斯反对派的军事实力组织 自由俄罗斯军团 以及 俄罗斯战远军团 攻占并且 向他进攻并且占领 周内的少数 记住 不像KWL之王那样 占据 整个周里的少数 与乌克兰领土接近的地方 但是 5月23日俄方已经复失地 当然 自由俄罗斯军团的 TG Group 说我们继续在这里活动 这些极有份子当然要小心 不然 不知道是你利用他还是他利用你 对吗 这样 这就等于 变相帮助蒲奈 最后 如果真的 他们搞了什么大事件 我真的觉得猪队有了 他肯定了 自虽是他们说我们与乌军目标一致 虽然乌军和他们切割 你一这样说 俄军说正啊 你们说目标一致 自己有嘛 另外我们看看 27号上午 乌克总司令 扎努日内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宣传影片 其实 这个就是 一个 备战的视频 说什么呢 即将反攻的意思 是不是到呢 包括 美国媒体就涨冷水 就说未发现大规模的军力吊动 但是 你说未发现 究竟是不是 你自己有 会不会你帮他掩盖 或者叫做掩护 这个视频的标题就是 是时候 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了 其实这个解读是什么呢 就是乌方 宣布即将发动 反攻的一个声明 但是不知道乌军在什么时候 和在哪里发动反攻 我们之前的分析 可能在杂波罗热 同一天 乌克兰国家安全及 国防委员会秘书 就是丹尼洛夫经常接受访问 他说 之前亦有其他兄弟说过 就是 反攻已经准备走势 可能是明日 后日 或者一个星期内 等于没有说过 俄方是怎样呢 俄方对于乌克兰的宣传 没有直接回应 不过 俄罗斯的塔斯社 公布了一段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加 加努津的专访 他重新 和平的条件 就包括 乌克兰 必须停止 敌对行为 但是 他一说这句话 刚才我们说的 反普京的军团 他就是 向 别以哥罗德州动手 其实这个已经被俄方认为敌对行为 而且还要西方宗旨向 乌克兰提供军备 乌克兰也必须保持中 不寻求加入北约 不行 他说得明白 自己签了条法律 说自己要加入 也不可以寻求加入欧盟 而且承认领土的新现实 即是 我佔了 这地方你就不用说那么多 当然 乌方就惨你这三芒果 我相信就是 我们看到 这段乌克兰的视频 是描绘了乌克兰 士兵被展的状况 以及展现了乌军的一些军备 出镜的士兵 一起念一段 祈祷词 并且高声地说 我们去食人 就说希望国家和天父保佑 他们决定性的进攻 和神圣的复仇可以取得胜利 什么时候动手就应该没那么快 经过几个月筹备 老实说 我是很认同大马sir说的 肯定要来获金 否则西方也给你很大压力 对不对 西方也给你很大压力 我给了这么多东西 你做回一场好戏 好戏出来可以吗 但是扎尼斯基接受BBC访问时 就说未知何时反击 亦需要更加多时间 但是他两个星期前的 现在是否更加多时间 已经到日期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丹尼罗夫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因为你准备的时间 由你一开始说要 春季大反攻到现在 我想也有一个多月 你这样再拖下去 那些 乌方的士气 会不会 越拖越散 没有什么进展 西方的支援 西方支援会快点 做点事 但我单独下乌克兰政府 什么时候进行反击 他们 这个决定是没权犯错 即是不可以犯错 所以 这一役 一个 不可以失去的 历史机遇 丹尼罗夫就是扎尼斯基总统 的内阁核心成员 他在访问 当日的访问被扎尼斯基的一条 电话留言打断了 说马上发短述 丹尼罗夫被扎尼斯基 是召叫他参加 讨论反攻的会议 这么巧的 会不会是特意的 会是特意的 不好意思 才是访问 不好意思 总统发了一条短信给我 叫我去讨论反攻的会议 这个会议 第二个就不敢说 因为 因为 你总统也是做开戏的 令我有这个怀疑 你不能怪我 当然 之前我们也说过 白俄罗斯就已经得到了俄罗斯的战术核武 丹尼罗夫就说 你怕不怕 他就说完全平静 也是好事 就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闻 乌军迟迟未发动反攻 其实可能是因为要多些时间训练军队 和接收西方的军事援助 还有装备这些东西 乌克兰的政府就向民众和西方盟友宣称 这次的反惊能够是突破俄罗斯防线 结束军事僵局 还没做到 但是有个人 KOLC王就说 已经改变了局势 改变了什么局势 与此同时 一直是准备防御 这个西方有几百张卫星图 分析就显示自从去年10月以来 乌方 乌军 监视着俄军 原来在乌克兰南部 俄方 有大规模建造战号和其他防御公司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 难道他不管吗 另外 乌克兰官员 在讲这个军事计划的时候 其实 很搞笑 纽约时报就说他们故意含糊其池 可能是出兵又或者不出兵 很有可能希望 在宣传当中 叫做迷狐对手 好像我这样看 好像没什么信心 可能假扮出来 假扮出来 兵不厌诈 反攻 纽约时报就说 在反攻当中保持出奇不矣 乌方曾经说过 反攻不会以单一事件作为标志 可能一开始就以这个 叫做 声东击西 或者是 炸架去攻 也有一些欺骗性的行为也不出奇 正常的兵不厌诈 当然 什么时候真正的反攻 我相信也不会太远 因为他的压力都伤害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欢迎 二位